大家好 我是小天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快速的上分阵容 千基的话是招财 年幼也是招财 没有招财的话可以用孟婆也是可以的 然后是零度以前216的速度 速度越快越好 然后下来是小三峰 速攻爆伤 然后最后是雪女 带火灵比零度以前慢就行了 然后这个阵容它是 民事上的时候也比较快 今天中午拿中午的事才给大家说一下 对面遇到双吞也不用怕 双吞加语言也不是很怕的 这时候还是可以打的 首先对面双吞肯定没有那么快 联友先拉个条 然后迁接插锤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紧跟其后 只要选举不死 队友死了 也可以复活 所以说问题不大 对于那个鬼团 然后敲一下 我们选举 他说敲死了 我们有选举复活 不敲死的话 就选举动一下就行了 没有敲死 杀灵魯以前 灵魯以前不用杀对吧 主要杀选举就行了 然后摸一下 把对面的千击动作 或者是把预言动作都写 只要选举不死 我们有复活的机会 拔锤子 哎 没关系 对啊 没关系 其实现在可以复活一下 复活一下 我们这边应该是 杰戒也出了 对吧 刚好 然后一个不知火 不足为惧 我们这边有连柚 连柚拉一下条 就出来就行了 然后对面死光了 这个的话 打双吞的阵容 还是可以打的 我们拔锤子 好的 赢 然后这一把的话 也是有比较针对性 当前的双吞也比较多 对吧 还有一把的话 是打常规常见阵容 吞牵连 这阵容的话 因为 对面比我们连柚快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边有一个保密的地点 只要有雪女不死 我们就能赢 整体来说 这个阵容 它是对连牵的队伍 是有点克制的 除非连有多动 不然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能打的 这边拉一下 然后拉我们的 零路一前 现在他小三丰 可以秒一个人 一般来说 都是秒零路一前 或者是秒雪女 雪女他打不死 零路一前直接干掉 没关系 神的拉起小三丰 再干 他这边是拉零路一前 零路一前拉完之后 看他拉谁 拉雪女 好的 这个人很贪 想连雪女一起杀 到我们连右的回合了 拉一下 小三丰上两 首先 摸一下 套个盾 雪女不要死 就能赢 等他们出手 还是保雪女 优先保雪女 随便去摸一下先 对吧 这个阵容是酸蒙油的 杀荒川 还有杀吞千连的 还有杀双吞 都是可以的 但是打不过孟婆家 因为孟婆他有控制 一控制我们这边队伍就废了 所以说下一期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 克这个阵容的 这阵容你用来前 前面段位上分是很快的 大概我一中午的话 就打到民事去了 然后对面零路一前出手 后面全是我们的回合 不着急 你随便杀 随便杀 想杀谁杀谁 我们先摸一下 然后连又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 我们零路一前 把对面零路一前拉起来 小三封直接杀掉 基本上就赢了 我们这边还有疾风 对吧 其实可以不用放疾风 因为后面就是我们的回合了 放不放无所谓 可以先套个 蹭个伞 但是疾风也没关系 套盾 保护零路一前 砍他三刀 让我们零路一前 可以更肉 防止对面小三封破合 拎起来 这个阵容就是 即使对面比我们快 我们也能打 动连又 动连又也行 对吧 动连又也行 反正我们这边有盾 无所谓 我们连又在后面 再拉一下 小三封上来 其实不用多动 是吧 也是很轻松的赢了 这个阵容的话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然后明天还有新的阵容再给大家分享 好的 大家告辞 好